好 为了要赶在农忙时节让农友们方便通行 华联县政府开放高辽便道通行 但接下来便道的道路路面仍在家铺混泥土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民众以及农友们通过的时候 请务必慢速行驶注意安全 玉璃镇高辽大桥便道之前因为台风影响受损 华联县政府在11月初前往现场勘厂 并在11月20号重新开放高辽便道供驾驶人通行 玉璃镇公所提醒驾驶人通行时需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民众尤其是现在二期到座已经开始在大量的收割了 有很多民众的需求也向县府跟我们地方上来返运 这个部分县府当然也很帮忙我们 也跟时时刻刻在跟我们的厂商联络 我们了解进步 虽然开放高辽便道桥的通行 但是接下来便道的路面仍带家铺混泥土 所以在此段的期间民众以及农友们通过实情 务必要慢行的行驶 玉璃镇公所也提醒民众 高辽便道为临时替代便道 请乡亲们依照规定小心行车 在夜间大雨台风期间便道禁止通行 记者高双双预论采访报道